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儿童的健康的成长 我们除了在物资方面的一些捐赠外 其实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去给孩子能有一个长期的陪伴 以及让他们能够在地处虽然相对偏远的地区 仍然能够感觉到我们来自我们北京 来自我们各企业 各社会爱心人士的这种关怀 所以说音乐教室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因缘而生的 它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音乐的陪伴 而不是一个音乐的教学 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用我们的宣赠的这个音乐教室和音乐器材呢 能够长期的包括发动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我们圈内的一些知名的艺人啊演员啊 包括一些其他有有这个社会责任心的这些爱心人士 去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去 然后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这样 在新媒体这个这个时代下的一种跟社会去交流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整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衷 好 非常感谢雷总 峰峰再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音乐陪伴计划吧 其实我主要是希望他们学好音乐 我有一个摇滚的梦想 后面他们可以陪伴我 其实最重要的呢 就是让更多的社会的人士 能够关注到贫困地区的教育 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让大家来到像张北这样的地方 给孩子们带来更多好的捐助 然后好的教育的机会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谢谢 好 谢谢峰峰 谢谢雷总 峰峰 此次为张北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捐赠的一封音乐教室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音乐教室 音乐教室就是希望大家在学习 过后能够有一个放松 能够有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多的一些兴趣的爱好 这样在学习的生活当中也会更加的多姿多彩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上音乐 到时候一起上台演出 谢谢 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张北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校长赵建军 接受白沫文化集团和李一峰工作室的捐赠 有请校长 来 有请工作人员 来 请校长接受捐赠 受人玫瑰 手有余香 奉献爱心 收获希望 再次感谢二位对青少年音乐陪伴计划的支持和关注 让我们共同助力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谢谢二位 谢谢 请留步 请各位留步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张北县委常委 县政府副县长高聪聪 有请 领导这边 西城区 西城区团委副书记 区青莲副主席王明明 有请 西城区青莲委员 北京白沫文化集团执行董事 雷明杰 有请 西城区青莲委员 青年演员 李一峰 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校长 赵建军 北京白沫文化集团总裁 段燕 有请各位共同为我们一峰音乐教室接台 有请 领导 这个 这边 这个从上往下接一下就好了 好的 好 三二一 好 谢谢 谢谢各位领导 非常感谢 请各位领导稍坐休息 好 风风请留步 风风之前有来过张北吗 对我们张北有什么了解吗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第一次第一次 我有关注到啊 风风经常参加这种公益活动 然后呢 想问一下风风 参加这次的公益活动 跟孩子们在一起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有一个音乐教室了 然后感觉留了点东西在这儿 还有就是今天外边确实是很冷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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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您最近行程也是非常满 最近在忙什么 能跟粉丝分享一下吗 忙什么 也没有太多忙的事情 主要也是在陪着大家一块在看电视剧 也灭而伟大 对对对 好 还有一个月 2020年就接近尾声了啊 明年有什么安排或者新剧 能提前透露一下吗 没有什么安排 也没有什么新剧 多做几个音乐教室是最好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风风啊 我私下也有了解到 不光是风风啊 我们的小蜜蜂们也是经常投身在这个公益当中 今天呢 也有很多小蜜蜂 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线呢 随机抽取了三位幸运粉丝提出的问题 我来代表粉丝们问一下风风啊 来 有请工作人员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 因为这次公益也是与音乐有关 风风最近有什么音乐上的计划吗 在这个场合问我这么认真严肃的问题 给咱们找有一次机会的话能给咱们学校创作一首歌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要好好学音乐 到时候你们还得拍MV啊什么的 你们都得出镜了 好 好 谢谢 好 第二个问题 今天隐秘就要大结局了 好舍不得啊 风哥能跟我们剧透一下吗 你剧透什么呢 那我就剧透一下吧 今天这两集结束过后 故事就结束了 好 第三个问题 十八公格和下一次进组的消息 哪一个会更快来 我觉得都不会太快 这三位提问题的幸运粉丝肯定也在咱们的直播间啊 你们听到风风的回答了吗 为了今天的活动呢 咱们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的小朋友们为表示感谢 也特意为各位领导和风风的到来准备了一份礼物 下面我们有请小朋友们 有请 站在风风哥哥边上吧 没有 小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的陈新博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我叫刘子卓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的三年级学生 我叫黄新如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小学的学生 我是十一年级的李峰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我叫杨志敏 大家好 我是张北县小二台镇中心小学的四年级学生 我叫李梅慧 好 非常谢谢小朋友们 听说你们 听说你们为 为今天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你们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 名叫让我们荡起双奖 哦 这首歌 凤凤 凤凤 凤凤陪小朋友们一起完成这首歌吧 好吗 好 对 唱和一起唱 来 尤其我们的领歌老师 让我们荡起双奖 荡起双奖 荡起双奖 四周团绕着绿树红枪 小春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银面吹来了凉凉霜凝风 荡起双奖 凤凤金净夜飘荡 两天飘荡 阳光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停我们 愉快歌唱 小春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一面吹来流浪霜地方 哇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都是音乐小天才啊 好的 谢谢小朋友们 谢谢风风 同时也谢谢我们的领歌老师 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很多人 一定也想起了你们的童年 再次感谢小朋友们 谢谢 小朋友们下去休息一下吧 谢谢 风风请留步 你是大朋友 今天呢很感谢风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我们也通过风风感受到了音乐对于孩子们的影响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青少年音乐陪伴计划 也同时谢谢我们的风风 谢谢 好 风风你可以下去休息啦 大朋友